新文娃 我是徐俊項帶你 我 真相 開車喔 從頭到尾就有一個狀況 憲哥 我們開車常常聽到噪音喔 不是噪音喔 小小細細的聲音 這樣啪 這樣啪 不知道誰對來 越開越力量喔 尤其那三間房的喔 以前我那台車 車開到五六年了 有一天喔 中庸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晚上開 那有那個青蛙在叫什麼 我剛開那個高溫十八月 你知道嗎 從宜蘭回來這樣 幾個高溫十八月 老天爺 要怎麼給你啪一啪 啪一啪 喔 要怕四月 趕快去找 找多久 找半年才找到 這是我自己的清新的感覺 我們開車的人都知道 但是買車有時候很難說的 因為這個東西 機械在做的東西 好運的拿時間 好運的拿冷靜的 我們來說這個 苦命的車主鄭先生 鄭先生 他幾年的四位 買一台車 三百幾萬喔 真好的車 這是讚的車 不是清清菜菜的車喔 結果 搞車之後 三點鐘 注意喔 不是三天 也不是三個好的喔 搞車之後 三點鐘 三點鐘要做什麼事情 你敢知道 鄉修那個 駕陳的快感 拼那個新車的味 第一次開車 出門真的有這麼多洋 我們說 街球沒人知道 真的騎腳比較囂張 好 那真的讚耶 騎出門 結果有一個出門 四啊 怎樣 收 收的聲 什麼收 收 他去到什麼都聽不懂 咬我什麼 車子 你好 你剛才不是 駕不起來 駕駛就縮腳這樣 沙沙的聲 有時候 駕駛駛駛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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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 新車呢 開三點鐘就新車 會毛 你知道嗎 心理院從底上 毛上來 但是三點鐘而已 趕快開去那邊保養廠 趕快回原廠 把新鎚鎚鎚鎚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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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台車 我可能裡面有問題 我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啊 這窗戶裡面的膠條 太粗了 我現在給你潤滑一下 刮刮啦 加一條油力 它就不會這樣啦 咦 三點鐘之後 咦 不錯啊 開出來 咦 完全沒聲 消 咦 過一個月 油又來了 他這聲音只有收 收而已 現在繞繞繞也來了 越來越大聲 在那邊邊邊邊邊 一個月而已 沒關係 就開去保養廠 保養廠一個檢查一下 喔 現在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啊不然怎麼 方向盤也有問題 怎麼這麼嚴重 我新車一個月而已 是啊 金毛錢很壞 對啊 方向盤聽下去 那裡面有異音 聽下去的時候 哇 在開的時候又又出來了 出來之後 方向盤都會喊 越來越開越喊 嚴重啊 喔 開車喔 我們知道那車在寫完的時候 或是在騎操車的時候 那方向盤會喊 你會怕 不是 不是怕 我現在幾億百歲 我只欠一個月而已 是啊 欠一個月而已 你把我 韓國瑜都給我跳一跳下來 現在是要繞繞 這樣已經跳兩次了對不對 對 沒辦法 一樣不好 過第三個月 四個月 六個 七個 應該沒有聲音吧 方向盤不應一 他又來了 甚至都有異音 現在都去美 去唱 現在每次去美 都只有一項 現在本來是 只有那些焦條 第二條的方向盤 現在都來說 連底盤的螺絲 鬆托 你也好啊 幫幫忙 一台新車本來收一收 負責不得讓你越減少問題越多 你一定賣我瑕疵車 不然會飛走海撩了 這不是當公公的車 這一台是300萬的車 你競爭得要用底盤的螺絲鬆動 給我換一台 不然鬆動 你也幫我塑好 對 要換一台 它都不啦 它說 我們負責夠了 我一定給你修理 但這已經競爭三次了 三個月 三次耶 負責夠了 修理了 再加兩個月 五個月 又又來了 現在又又同樣有的聲 離離一路路的聲 又說離離一路路 啊這時候對啦 這次去美 都檢查 我跟你說 你這個底盤的工資糧 可能要聽 因為這個嚴重了 我們知道底盤工資糧是不可以燈檔的 大牛耶 一開始是湯頭問 現在已經是傷心動物 還在兩層來 你現在是怎樣 對啊 這樣他當然負責夠了 結果 叫他換新車 他也沒有 他就要把消保官去申訴 消保官認為說 這樣是瑕疵車嘛 但是他那個人說 我就保證到底啊 我就給你 反正你在兩年保固 或是一年保固 或是幾百公里保固 我就給你保固啊 但是我們說真的 所有買車的人都知道 你如果買到這個工資的工資就賣了 因為你今天不是開三萬元去買的工資 我心裡有數啊 是三百萬買一台新車 竟然說這樣 五個月 修理四次 那個漢渡路 五個月 拼六次 你說那個車甘不開你 是啦 來 龐台來跟我們講講看 三百萬的車子 越收越無名 這個小小的雜音會帶來多可怕的後果啊 這搞到後來連工資糧都出現 你真是嚇死人的 通常工資糧出問題 要不然就是大壯的車啊 那是新車嘛 對啊 當然是原廠瑕疵啊 沒有鎖緊嘛 對不對 這工資糧小則出異音啊 重則會出車禍的啊 工資糧是鎖定所有這些 懸吊架的一個支柱耶 對 它如果鬆脫的話 輕則輪胎移位 重則輪胎脫落還得了啊 其實這些異音呢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我一個朋友 一個洪小姐 就輪胎行換輪胎 這輪胎行規模不大啦 就老闆跟一個師傅兩個人做 晚餐時間到了嘛 怎麼辦 師傅出去買便當 老闆自己來 一般我們換輪胎 我們知道輪子整個拆下來嘛 對 然後弄好之後呢 輪胎裝上去 不是要鎖四根或五根螺絲嗎 鎖上就好了 那標準程序是 先把螺帽用手 鑽鑽鑽鑽鑽 轉好之後呢 最後再用氣動扳手 鎖鑽鑽鑽鑽對不對 好 老闆正式來哦 好 輪胎上去用手把螺絲 五顆鎖緊 這個時候電話來了 趕快去接電話 師傅打了 老闆今天晚餐是要排骨飯啊 還是要那個炒麵啊 排骨飯好了 老闆等一下 那要不要辣啊 好啦好啦 老闆等一下 那是要養樂多還是要附湯啊 電話講一講 他想半天 對對對 好 終於講完電話掛了 老闆一回來 已經忘了剛剛還沒有緊定螺絲 等一下 因為輪胎已經上去 他剛剛就用手懸上去而已哦 對對對 那是標準程序哦 首先懸上 最後再用氣動打棒數 但是老闆因為去講電話 去回來之後 忘了 他還沒打棒數 車就從這裡 嗯 放下來 誒 誒 滾動啊 就越來越鬆越來越鬆嘛 所以那慧小姐發現 怎麼開一開後來 後面輪子有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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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不是說好了嗎 就打電話回去問老闆 誒老闆 不是弄好了嗎 後面開始有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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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的聲音 誒 越來越大聲耶 對 老闆說 真的嗎 怎麼可能 那不然你轉回來看看好了啦 老闆說 好吧 那我就轉回來看看好了 然後轉回來 轉回來 剛才老闆在吃那個有加辣的排骨便當 偏吃 便當買回來了 想到了 想到 啊 壞了 幹他還沒有給他打棒數 我正想打電話聯絡那個洪小姐 電話來了 電話一接起來 老闆我輪胎掉了啦 你看 一人叫一人叫人叫人人叫人了 所以就是 其實當時 如果第一時間洪小姐發現有聲音的時候 對 然後第一時間老闆知道 啊 糟了 當時真的沒有打棒數 不要再開了 不要再開了 其實只要從隨車工具 隨車工具都有那種拆胎的那一個板手嘛 你把它用手在警定一下 就可以順利開到輪胎行 就這樣的話如果遙控的話 這個會出人命 對 就是忽略了這個異音的部分 所以差點出很大很大的危險 對 所以這個異音當然是 有時候那些店家不是很注意 有另外的情況是 你可能這個異音 也沒有跟老闆講得很清楚啊 對 有一次我call in 有一個小姐打來 龐老師請問一下 我那個車子 我覺得右前方 就有KING KING KONG KONG的聲音耶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我問他說KING KING KONG KONG 我說那最重要 你能不能講清楚是KING KING 還是KONG KONG 就是跟你講KING KONG KONG 沒有 他說龐老師你很無聊耶 現在在線上 你怎麼這樣子調戲我啦 我說沒有啦 我是很認真的問你 有差嗎 KING KING KONG KONG 因為你一定要講清楚 是KING KING 還是KONG KONG 那大家KING KONG 不是一個很精準就是說 比如說是比較沉悶的聲音 我們就判斷說 應該是橡膠跟金屬的撞擊 判斷說 可能是一些 HIP HIP 上座的 對啊 騰墊啊 但是如果是KING KING的話 是比較尖銳的 金屬撞金屬喔 對 那個判斷說 可能是排氣管啊 托落 撞到車殼 對 KING KONG 講清楚 那後來他說 喔 rely 龐老師不是不是跟我開玩笑 那我就告訴你 威威道來我的故事 原來他是車子 他開車 他覺得車子有聲音 開車子 arész給車場 就跟老闆講說 老闆我不知道 反正我右邊前面 开车就有声音 你替我处理一下 那我事情我先去忙 待会你再替我修好了 人就走了 没有讲清楚是什么声音 那老板呢 刚好也遇到神经蛮大条的老板 车撑起来 一看 哎呀右边有声音嘛 看到右边的避震器 稍微漏油 漏油啦 那一定这个问题嘛 避震器漏油就换掉啊 然后我们都知道啊 庞德老师都有讲啊 避震器要换要换一对啊 左右两支都换掉了 而且还连三脚架都换了 你开不久了 我现在都换了嘛 对换了它放下来 哎哎可以来牵车咯 牵出去之后 招招声音还在 哎声音还在啊 我还要换掉了吗 对啊那声音还在怎么办呢 就跑回来跟老板讲 老板声音还在啊 老板说 哪有可能 这裤子的都外条 怎么会有声音呢 对不对 到底什么什么你说好了啦 他说想说就是啊 我车子开啊 只要一走 就会呼隆呼隆呼隆 而且车越快频率越高 越快就呼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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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就呼隆呼隆呼隆 没有啊 啊问题是在对啦 结果老板 你不要呼隆我哦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修车 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问题了 冷靠 你只要讲就知道 其实就是 你轮轴的轴承坏掉了嘛 所以跟你车速有关 车速越快转的越快嘛 跟频率有关 跟苦袖无关 结果你整粗跟我玩了 但是老板也是老油条 他其实已经听懂 但是他不要讲说 是 换了嘛对不对 对 哦那你早讲嘛 啊那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啦 来来来那我再帮你 把轴承处理处理好了 所以哦 你故事听到这种 你就知道说 你不要说啦 黑心啦 有时候真的就没有看到那么准 所以有请庞德来告诉我们 教大家几招 听声辨位 至少我们心里有个底 我们再不说去哪里 跟他们说谈啦 对不对 好 刚刚讲到几个会出声音 会影响生命行车安全的东西 你整个阶子都在这个地方啊 好来 那其实我刚才讲那位小姐 他真的蛮倒霉 该换轴承嘛 对 老板给他换两个轴承 是 其实大家要知道 换轴承 换哪边就换哪一颗就好了 不用换成双成对了 到最后还是被A了一条 对 所以我们如果说 自己的车子发生一些异音的时候 自己能够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比较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是 比如说我们看几个 但是其实异音的成因很多 我们列举几项 常见的 第一个行经坑洞时发现窟窿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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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的時候是上下這樣運動 就這樣運動 Couture就是這樣子 Couture就是這樣上下運動 那當然 因為這是彈簧要承受力量 那這個地方呢 上座鎖在車台上 這個地方鎖在車體上 對 那你看輪胎力量多大對不對 所以這個上座很可能因為損壞之後 你在上下運動的時候 吃力在這個地方就有 有空隙了 有空隙了 橡膠斷掉了 所以避震器上座 或者是你手上拿這一支 好 我們看這一個 因為你上下要運動嘛 底盤三腳架 我們照這個地方 你看 這個頭是不是活的 對 是活的 這個呢 我們俗稱合上頭 久了之後也會磨損 磨損之後呢 就出現間隙 所以今天如果說是行進坑洞 輪胎上下的時候 多半就是避震器的上座 或者是這個我們俗稱三腳架的 合上頭損壞了 大概又這兩樣 好 那我們再看到第二個 如果是平面行駛 也沒有什麼大坑洞啊 路也很平 頂多有一點小小的碎洞而已啊 對 怎麼又覺得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的聲音 是 我剛才不是講這個避震器嗎 對 它吃力是吃上面嘛 對 那如果說不是這個問題 是咕嚕咕嚕的話 是本身避震器裡面啊 這個避震器是所謂的這個 有阻尼嘛 有阻力 有油啊 阀門啊 阻尼震盪的這個效用 對 如果裡面阀門壞掉的時候 就在運動的時候就會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 這個時候出聲音 通常就是避震器內部有故障了 那避震器真的如果換的話 要換一對 OK 這個是第二個 第二個 好 我們來第三個 如果行駛中的時候 有些異音啊 其實呢 我們知道 有時候你在原地 轉方向盤 一轉 咕嚕 轉這邊又咕 那是哪裡不對咧 轉向一定是跟方向機有關嘛 是 轉向嘛 對 你要轉向 好 轉向的時候呢也是一樣 這個拉桿呢 左右各有一個拉桿 也是這個合上頭 合上頭 如果轉的時候有咕 通常就是合上頭故障 或者是你方向機本身有磨損了 對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喔 要不然就合上頭 要不然就方向機本身 但是還沒講完 如果說呢 不是勾而已啊 我轉向之後有沒有一夾 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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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來 今天呢 旁邊幫大家準備了這個方向機的圖 所以今天 咕一聲 方向機的問題就在這裡 OK 好 有圖太好了 我跟你講我們在轉方向 轉方向機的時候就是轉這個軸 對 轉到這個軸心之後呢 它會左右拉扯 來自輪胎轉向嘛 對 所以我剛才講說 要不然就是方向機本身裡面有間隙了 是 那就要換一支方向機 對 那如果不是這個地方的話就左右 合上頭 合上頭 故障 這是可以單獨更換的 對 這般國產車一顆也約莫七八百塊 進口車單就貴了很多 還在定位等等的啦 OK 好 那我剛才講說 除了這個以外呢 如果說你是在原地 輪胎轉向之後 一加油 咔啦咔啦咔啦 對 然後呢旋轉的時候帶動輪胎嘛 那你輪子如果轉彎 是不是變這樣 轉彎 對不對 是要轉彎 轉彎的時候就會轉向嘛 轉向的時候旋轉 這是一個萬向街頭 那你看外面這個防塵套啊 這個防塵套如果拔掉的話呢 裡面就是一些黃油啊 還有一些什麼滾珠啊等等的 通常這個防塵套破掉之後 你沒有處理 泥沙水跑進去 你看風吹日曬的裡面沒有熱滑 一定壞掉嘛 所以我們當開車開來吧 你只要聽到西西刷刷細圍 空空坑坑都還有差別喔 聽聲變味 抓短這個病灶 可能背後會是影響你開車安全 最致命的因素 等一下回來龐德繼續說給你聽 我們要再繼續問龐德 就是開車還有哪一些的條件 會聽到一些 你不能忽略的聲音 其實我們剛才講主要就是 底盤的異音 而且都是不好的聲音 是 但繼續想你知道嗎 對 現在天氣那麼熱 有一項聲音倒是聽到 不用太過緊張喔 還有可以 愛理不理的聲音啊 對對對 所以前兩天我兒子才發生這個事情 他從我的車子呢 車那是正中午啦 他買便當 又買便當 然後走過來說他說 爸你車好大聲耶 是不是有問題啊 唉唷 趕快下來看一下 有問題要趕快收修啊 一出車 我看我在引擎幹的聲音是 呼 OK的啦 什麼聲音啊 為什麼講OK呢 我們前來不是講嗎 車頭不是有散熱片嗎 是 散熱冷氣也散熱水箱嘛 對 那其實這個風扇的轉速是會改變的 對 當你需要比較大的散熱的能量的時候 就轉很快 對 不需要但就轉比較慢一點 喔 恒溫控制機制就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現在天氣非常非常熱 所以呢 在那麼熱的時候 平常你的引擎那個風扇 根本沒有打過那麼高的轉速啊 對 在這幾天啊 就打非常高速啊 不打他吹喔 對啦 所以只要你確定了儀錶板上 你的水溫表水溫沒有拉升的話 聽到引擎是有很大的風聲 這個聲音倒是OK的 好 這個是OK的 那還有一個是車體產生的金屬聲音 對 這就剛才講的KING KING KONG KONG的部分 對不對 如果是金屬聲音